大安法师 这不是我们叶利凡夫所能想得出来的 古印度是一个宗教文化非常发达的地方 所以它有95种外道 著名的有60外道 衔接千佛视线都是在恒河岸边 特别是佛成道的那块地方 菩提树 那块地方就是这个依次天下的中心 那块地就是金刚地 只有在那块地 才能承载出等觉菩萨成佛的这样的一个比重 在其他地方 佛一做 可能这个地就塌陷 佛在经典当中 已经预示佛的三期法运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末法一万年 当然有的说 正法是五百年 是由于允许了女众出家 就缩短了五百年 但有的说 女众只要奉行八经法 仍然能够保持一千年 一切事情都是无常的 一种宗教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正法一千年的时候 佛教在印度是有过辉煌的灿烂的一段时间 灿烂到什么地方呢 面对着种种外道的这种辩论 佛常常是就在外道最集中的地方 像摄位城 像摩羯陀国 就是中心城市 就住在那里 迎接他们的挑战 每一次辩论 佛都会准备好比丘的袈裟 因为印度的辩论 他们都是懂命的 谁辩论输了 不是砍头 至少是割掉舌头的 但是 佛陀他有一个规则 在我这里输了 不要你的头 也不要你的舌头 你出家做比丘 做我的徒弟 所以每一次辩论 都有一批人成为比丘 所以佛法在古印度 有过非常鼎盛的时期 那是要面对着古老的婆罗门教 他们的那些 无论是四维陀的祭祀 还是放我一体 阿特曼这些 观点太多了 那都一一要破斥的 到了相法时代 佛法辉煌之后 就要走下坡路 走下坡路 佛在大圣经典 常常有预测 比如波耳系的经典 先要在南印度 就是印度的南边弘扬 然后会转移到西边 最后是北一到北边去 所以慢慢地在公元前后 佛法就转到了北印度 透过葱岭进入西域 再经由西域 进入我们震旦国 这个过程 实际上佛在经典都有玄迹的 像玄奏纳师在唐朝的时候 到了印度取经 他常常会有感慨 我应该早来啊 那时候 那是公元大概七世纪左右 佛法就已经是呈现 比较衰微的现象 直到十一世纪 整个伊斯兰教占领了印度次大陆 佛教一下子就全都没有了 以后十三世纪 穆斯林的王朝结束 结束之后 反而印度的本土宗教 就是原来叫婆罗门教 就以后变成了印度教 他倒复活了 此时佛教就彻底的没有了 到了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是有一些佛教的恢复 但是比例很小 所以可以说 佛教 尤其是大圣佛法 是在隋唐之际 完整地移植到了中国 在中国 最鼎盛的 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 第一个顶峰 以佛图成 道安大师 慧远大师为代表 当时南方的佛教中心 是东宁寺 北方的佛教中心 是长安 由旧摩罗时大师 所率领的翻译僧团 这是形成了佛教的 第一个发展的顶峰 然后到了唐代 唐宋时期 是第二个顶峰 实际上到了元朝之后 佛教在中国大陆 也呈现衰败之势 走下坡路了 但是因为佛教在中国 已经是扎根了两千多年 还是有甚深的基础 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这种文化原型 还是有强劲的力量 所以在我们整个文革中 基本上佛教也被剿灭了 但改革开放之后 宗教政策的恢复 整个中国大陆的佛教 发展的还是不错 但是跟古代相比 那已经是衰微了很多了 无论从寺院的数量 出家人的数量 佛教的普及程度 讲经说法的水平 那跟古人都是不能相比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发大菩提心 为振兴佛教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感谢观看